我們現在來做室內的 我們先從這個客廳開始 你可以選擇你用你原來這個繼續做 也可以開一個新的 好不好 都可以 如果你想開一個新的 左上角這邊開一下 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想做室內的 你還記不記得 我剛剛有給各位看一下那個水龍神經 標準的官方流程 有對不對 老實講 平常不會像剛剛那樣子 就是隨便擺一擺然後就 平常比較常做的 其實先把牆壁建好 因為我們有時候地 像這個地板 或牆壁 有沒有剛剛都是這樣零零腳腳的 沒有 你有沒有看過有一些有圓模狀的 有可能對不對 或一些造型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用牆壁會比較方便 真的會比較方便 我們來試看看 那牆壁到底是哪一個 上面這裡 剛剛呢 我們用的是右手邊這個 這叫繪製房間 那麼他旁邊左邊這個就是繪製牆壁 叫牆壁 所以你一樣的點他一下 很顯然大家對於這四點 還是適而不見對不對 好沒關係 我現在確定 那你看喔 還是一個原則 你盡可能的話 可以的話是從零 零這個位置開始 這樣一般來講是比較OK啦 那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一樣跟我們畫地板很像 點一下放開 你們下面有個牆壁跑出來了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你們家稍微大一點點 15-16公尺的話 寬整 雲南雲 家裡整修無上限 對不對 你喜歡怎麼放就怎麼放 好 那一樣的 還記得 剛剛是不是有一個這樣卡卡的 按住哪一個快速鍵 可以暫時把那個鎖定 對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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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Alt 有沒有發現這樣比較Smooth 一點 所以如果你的角度你想要自己調 這樣可以 你可以像這樣自己點一下 點一下 好 那如果我到這邊 我也想要有一個 可是我想要有角度的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考驗有沒有看剛剛那四個原則 你們平常都沒有看就不行對不對 來 你看 我偷偷按一個 假設我到這邊 假設我是要到這裡的話 我先到這裡 那我偷偷按一個 這個 再一次 萬一牆像這樣畫錯了 可不可以重來 可以 你可以按一下ES7 然後呢如果哪一個牆壁不一樣你就點到它 就把它體力扔掉 你們就可以重來了 好 你看喔 在這裡 點一下它 好 假設到這邊 我偷偷按一個按鍵 有沒有變成這樣子這樣子 有沒有 你覺得我按哪一個 反正快速鍵就那三個而已 按Ctrl鍵 Ctrl鍵按著 Ctrl鍵按著就是 你再要結束那個點 Ctrl鍵按著 它就可以像這樣自己調整角度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 我的角度 我的角度我要70 它現在是不是給我72 有兩種方法 一個在畫的時候就可以改 按到哪一個 按到鍵盤上的那個 有沒有直接出現可以改的 直接輸入就好 有沒有這樣就70度 這樣就畫完了 好 這是邊做的時候就直接先調整 但是呢 如果你做完了才後悔 比如說到這邊你看 剪到這邊 一樣結束 兜兜兩下 這樣你看下面 對 請問有沒有那個3D的就完成了 對不對 所以用平面做3D 是一個Sweet Home很重要的特點 好那你做好之後 萬一這個角度不滿意怎麼辦 記得畫完了要調整要回到什麼 箭頭 好假設這個不滿意 兜兜兩下 請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除了牆壁本身的厚度以外 有一個叫角度 這個幅度 有沒有70度 所以你如果萬一 欸我發現這個不對喔 可能只能做到50度 有沒有馬上就回來了 這樣清楚啦 所以可以像這樣子就可以做調整 那問題來了 有牆壁要不要有地板 要對不對 請問地板你要怎麼畫 一樣嗎 剛剛這個對不對 好進來 可是問題是 這個幅度怎麼畫出來 難的是在這邊 如果你只是這一種的 你可以一個一個跟著畫 但是呢 如果你是有弧度的 地板 就是我們講的房間 是沒辦法直接畫弧度 所以最快的方法是這樣子 有沒有畫好了 這個畫好了 你知道我按哪兩個 哪一個快速鍵嗎 好 你覺得我按什麼快速鍵呢 你看 你看地板 你可以選好 確定 真的有地板 沒錯吧 對不對 嘿 因為呢 只要你的牆壁 是封閉的 有一個前提喔 牆壁是封閉的 你只要在牆壁的裡面 多多兩下就好了 你就可以在 在這個工具的時候 多多兩下 所以 下次 真的 要認真 要認真 你看這裡 有沒有 譬如要畫弧形的 可以編畫好 在房間圖示後 雙擊 這樣可以嗎 中文看不太懂 對不對 但是我示範就很懂 多多兩下就好了 所以是這樣子 也可以顛倒過來 什麼叫顛倒過來 我今天如果 我先不小心 我先畫了什麼 地板 我先在旁邊好了 這個我先留著 我拉到旁邊一點 假設我先有了地板 可不可以順便把牆壁做出來 事實上是可以的 在這邊 咚咚 好 結束 如果我要畫牆壁在這裡 我要把地板先長出來 或者牆壁長出來 咚咚 請問這裡有沒有長出來 這樣應該會 只是因為我們現在 如果你要有弧度的 原則上是 牆壁才可以做弧度 所以通常會先做牆壁 這樣有沒有了解 為什麼他官方說明說 讓你先做牆壁了 好 所以這他的優點 那我們要做 把這裡弄好 要不要 什麼 窗戶 要門門 對不對 我們來找找看窗戶跟門 其實你除了找這裡以外 事實上下面還有 有沒有很多門主啊 有沒有 門跟窗還有其他的 所以其實 你不見得只有找這裡 找到這個 門跟窗 那 你可以找找看 在這邊 假設我找這種門 你就把它丟出來就好了 好 也沒有發現 洞都幫你打好 你做牆壁的時候 我有遇過有同學就這樣做的 因為他心目中門要放這裡 所以他牆壁就從這裡 跨到這裡 把門的空間留出來 拜託 各位 不要幹這種傻事 好嗎 因為 萬一你門要改位置 你不就忘了 我們就拿過來就好了啊 這樣了解齁 嘿 那第二個 你要知道 門有開的方向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種圖 就知道 他門是怎麼開 往內這樣打開的 那可不可以往外打開 當然可以 你按著這個門 往外靠一點 往外靠一點 有沒有往外打開 這樣 有沒有圖示就變了 這樣會啦 那請問窗戶勒 一樣的道理 你們家用什麼窗 隨便 假設這種 氣密窗 按一下 有沒有就有了 像這樣子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調大橋 請問 如果我的 我們家的這個不要那麼大 要小一點 這裡 這裡有那個什麼 高度 有沒有一個高度 哇 一樣有一個懸空高度 可不可以拉高一點 窗戶沒有人說一定要放這裡嗎 可以高一點啊 這樣會的嗎 簡單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做看看 那這裡呢 我們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你們家不可能一個地板 用在所有地板 對不對 所以通常裡面我們還做一些隔間 一些隔間 那你要做這些隔間的時候 強力可不可以派上用場 當然可以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 你看從這邊 這樣進來 比如說這裡隔開 像你們家如果是 一樓的話 通常當客廳比較多嘛 對不對 客廳 但是客廳也許還會有廚房 一樓啊 還會有廚房啊 甚至這個所謂的 浴室 浴室或廁所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去做一個簡單的隔間 好 簡單的隔間 比如說我到這邊 再把它隔開來 然後在這邊 再把它做一個 比如說門走進來對不對 可能會有一個類似像屏風嘛 好 點兩下 假設我就這樣子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這個是屬於開放式的 請問剛剛那個兜兜兩下 產生地板對不對 就不行 那怎麼辦 你可以先封閉再打一下不行嗎 哈哈 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呢 所以通常呢 如果說假設就是到這邊 那你可以 比如說我從這邊到這裡 到這裡 只要確認是封閉的 那我先把下面 原本的地板我先拿掉 有沒有 這樣就拿掉了 好 那你就可以來這裡 兜兜 有沒有 產生一個 兜兜 是不是第二個就好了 所以牆壁跟隔間 事實上是我們一般來講會先做的 因為這樣的話 你的那些地板 你會比較好調整 剛剛你說我如果要畫地板 我自己在上面再疊一層門位 這樣是可以啦 不過這樣就是以後你在改的時候 比較容易出錯 比較容易出錯 所以通常我們還是比較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 你先把這些隔間先弄好 好 那今天我這個已經畫完 再把這個地方把它拿掉 有沒有 因為牆壁有一個厚度 所以這裡如果你要延伸過去 還是說你要 一般像我們不同材質的地方 有的可能會這邊會做門 有的可能會抿磁子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回想一下你們家裡 或去人家家裡看 就是不同材質的時候 有些時候他在這邊 地板的顏色或者是磁磚 他會做一點點不一樣 做一個區隔 好做一個區隔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或者是你如果真的不要 你就把這個再延伸過來也可以啊 這樣我了解 了解齁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那就可以做不一樣的 好不好 所以請你先試看看你們家的隔間 反正記得一個原則 先封閉 再怎麼樣 要打掉的再打掉就好 好來還給你